欢迎收听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爬建华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九龙湾历精花园第六座D单位 遇到一个人初步确诊 当局形容大陆座已经成为疫区 历精花园第六座所有D单位的居民 要暂时搬去隔离型检疫 更多座数的居民要强制检测 本港再多112人确诊 102宗属于本地感染 源头不明占34宗 长生内容 再多112人确诊新冠肺炎 34宗源头不明 已经有多宗病例的九龙湾历精花园第六座D单位 再多一个人初步确诊 当局形容历精花园第六座已经是疫区 D单位所有居民要暂时搬去隔离型检疫 同座其他居民也都要强制检测 由于担心病毒经分渠传播 也有确诊个案的四座E单位 和18座D单位的居民都要强制检测 黎精花园第六座先后有7个人确诊 全部都住在D单位 最先发病的个案属于跳舞群组 住在2楼的69岁女人 上个月23号确诊 同住的两个家人之后也都染病 直到今个月 3楼顶层34楼和6楼先后再有4个人感染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 和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 早上去到黎精花园 先在第六座大堂初步了解 再上楼试察 袁国勇在D单位的厨房试察 再到隔离E单位看天井外场的喉管 也有人拍照 又用工具伸出对窗外检视喉管 大批穿着防护衣的警员 也都入到大厦 袁国勇视察之后 说第六座已经成为疫区 除了政府已经发公告 强制同座居民检测 所有D单位少过100个居民 也都要搬去检疫中心 又形容第六座 和03年沙士淘大花园的情况接近 厨房的去水位 厕所的去水位 和浴室的去水位 全部都搬去污水 就是糞便渠 而且有一些 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U型格气管 看不到 不知道 很肯定的就是 淘大花园那些天井位 是围实了 封实了 这里有一边是单向的 于是危险性一定是低于淘大花园的情况 它也不排除有其他感染风险 包括顶楼的液流效应 不过为什么不整栋居民撤走隔离 或者实施禁足呢 不是我们不想严谨 而是你一时之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去检疫那么多人 禁足力在这个阶段 就是你要搞很多东西 就是你要吃饭 他要搞其他东西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不是说那样东西不好 就是你香港的系统 是不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呢 他提醒市民要为U型隔气管每天加水 如果在洗手间 无论有没有开到抽气线都闻到有糞便的气味 入到去的时候就需要戴口罩 以及尽快找专业人士检查水渠 而冲刺之前也都要加洗血精或者碱液 可以防止病毒散播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消息指 荔精花园大陆座1楼至34楼的住户 将会送到竹高湾检疫 另外 除了大陆座传动的居民要强制检测之外 早前出现个案的第4座E单位 和第18座D单位 所有居民也都要强制检测 荔精花园6座D单位下午陆续有居民 带同行李离开 登上当局安排的旅游巴 据了解有一户两个人不愿意离开 4个谈判专家到场游说之后 愿意离开前往隔离 荔精花园羽毛球场 也都设立临时采养站 运作至到下个星期一 除了医护人员 也都有屋苑业主委员会成员 以及保安协助秩序 第6座的居民可以优先做检测 会同时做快速测试 以及留样本做核酸化验 做了是没有安心点 因为做都是test的 要真的知道结果才知道 其实如果真的在楼宇设计上有问题 真的要进隔离刑或者禁足 其实我觉得都OK 居民进去检测站之前要量体温 但不接受有病症的人士检测 当局说有一个居民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 会再复检结果 袁国勇说第6座的居民 在做完这次检测之后 今个月20日再做多一次 期间要尽量留在家 并且戴上口罩 也要记得接触过的人 另外因应屋苑 另外两座都曾经出现过个案 当局也决定强制第4座E单位 和第18座D单位所有居民做检测 早前有多个屋苑 包括葵冲葵盛西村 以及马鞍山錦峰苑 也有助数要全动作强制检测 当局是否发出强制检测令 会考虑什么因素呢 如果是4个不相识的单位 在同一个重大厦里面 我们就有可能会给强制检测令 当然也要看情况 这个都不是一个硬标准 他又说当局会调查同座确诊个案 是否相识 以及他们接触公用设施的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成为疫区的丽晶花园第6座 上个月23号已经有确诊个案 当局十几日之后才通知居民检测 有专家和居民批评当局的应对措施台湾 丽晶花园第6座被形容为 与03年沙士的淘汰花园相似 当年爆发大规模感染的淘汰衣座 丽晶花园纽灵都超过30年 有丽晶花园第6座的居民 对后馆情况有担心 都很严重的 上高流落下低下低流落下低 一层一层都有问题的 满满的那些天花板就爆裂了 天花板爆裂了就滴点水下来 第6座组在上个月23日至27日 已经先后有三宗确诊 都是属于跳舞群组 同一座今个月1日出现第一宗源头不明确诊 之后再多三宗 但直至星期三晚 当局才发公告 要求第6座居民强制检测 我们要住户去吵 你们才关注这件事 其实之前的消息都很混乱 你都不知道哪一个单位 是不是整家人 整家人一起感染都会好些 你不同单位其实危险的 你要好像淘汰 你才去工作 没意思的 当局说因为个案太多 现在这一轮每天都超过100宗个案 也是不同的地方都很散 同时都很努力需要去跟进 有专家认为 如果有大厦爆发确诊个案 强制检测要配合禁足令 但政府要及早为居民做好配套准备 现在只不过是因为政府在这方面 他有很多各样的配套的设施 或者配套的安排是未跟得上 他有忧虑一旦有患者走入社区 会造成第二和第三代传播 无线电视记者利由昆布 本港新增112宗确诊个案当中 多达102宗属于本地感染 当中34宗源头不明 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 当局说部分没有源头个案可能由环境污染引起 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人制医院手术室一个护士 他的家人星期三确诊 三个护士曾经在休息室脱下口罩需要检疫 由于护士工作时有着保护装备 没有病人受影响 另外屯门医院病人资源中心 也有一个民职员工初步确诊 由于无需接触病人 估计感染途径和工作无关 至于新增确诊个案 包括慈云山德爱中学一个学生 同青衣洛善堂梁直伟纪念中学一个老师 两家学校需要停课 学生和老师都要接受检测 现有群组中 唱歌跳舞群组新增6个人确诊 一个检疫中心清洁员工属关联个案 沙田一田百货多5个员工受感染 累计10个职员确诊 日出看城九旗地盘多5宗相关个案 一共57宗 亚博馆群组多3个人确诊 累计16宗 而将军路南田隧道亦都增加7宗 累计8宗个案 至于源头不明个案有34宗 包括去过洪馆 看张敬軒演唱会的一个观众 当局认为不少没有源头个案 可能都是由环境污染引起 不是说面对面那种的传播 而是可能是经过一些公共设施 甚至一些喉管 公共设施其实我们觉得 这么久以来都不少 其实很多都是有些没源头的 在两个单位在同一个大厦里面 其实都是可能是公共设施 即是可能是电梯 禁制或者是油箱 各样的那些 这些最好的办法 都是保持环境清洁 当局又呼吁市民减少家庭聚会 母亲电视记者陈榮士报导 稍后回来众会报导 防疫措施进一步收紧 即日开始食肆晚市禁堂食 外交部宣布 取消美国前外交户照人员 临时访问港澳的免签证待遇 回来新闻时间 食肆夜晚6点后禁堂食 预料生意会大受打击 加上政府没有再推出保就业计划 有食肆就决定 疫情期间暂停营业止舍 有员工担心没有了份工和生计 继七月中之后 政府第二度禁止食肆 夜晚6点后的堂食 在佐敦的这间可鲜酒家 负责人就索性不做生意 我们计过数据 不做 我们可能计到数据是做 伙计是放和生假 但是做下去可能市更多 这间经营了四十多年的酒家 是区里面的老字号 今次今晚是堂食 横跨了冬季 起码去到12月23日 他说难以估计损失 又形容今次比金融风暴 和沙士更加难捱 说到最初就是因为 仍有一些底 叫做撕得起 有些措施都不觉得很难捱 大家向政府又有帮补一下 没有了一些职触 就觉得人的心最慌 在这个时候 又没有所欲 吃谷种 吃点少点 安向民的年纪还未到 再创业的去其他行业 又不懂 所以还是去找这些行业 看看怎样补牙下去 疫情至今 多次遭到勒令亭业的酒吧业 亦受到沉重打击 就算你不用供楼 不用养家 都要被家用 自己都要生活 本身都可以 如果你酒吧不开 都可以去餐厅做些part time 做些留宴那些 但内涵现在都没有了 唐食到六点钟 就唯有做些送货 送外卖那些 这次已经第四次 什么时候再开 什么时候再停 其实我们都难以触摸 补就业 或者政府资助 所有东西 其实很多到现在 都未到第二轮 或者第二期 都未出到 出来给很多 我们酒吧业界那些 其实他们 如果现在这段时间 结业的话 或者有些牌照上 转让的问题 是拿不到资助 其实现在都在捱 和在等 今天开始需要再次 关闭14日 还有美容院 按摩院 体育处所 健身中心 和游戏机中心等等 政府也要求 除了紧急和必需的服务之外 公务员在家工作 又强烈呼吁私营机构 和其他工营机构 有医生批评措施 来得太迟 已经造成防疫漏洞 疫情下各地都加强防范 其中由3月底开始 旅客由境外到广东省 已经要搭当地政府的专车 入住指定酒店隔离14日 避免病毒传播 不过在本港 用专车接载回港人士到指定酒店 强制检疫的计划 就要到今个月22日才实施 而不少留学生已经提前回香港 根据入境处数字 今个月头9日 有9300多个香港居民由机场入境 过去的星期日 更加达到1800多人 有医生批评 指定酒店安排来得太迟 不过酒店业主联会不认同入境检疫措施 又漏洞 本身那些人上机之前 你现在政府都要有健康 證明你要上下机 这是第一 当你上机之后来到香港 你本身再要经过第二关的检测 肯定你是安全 然后再入住酒店 入住酒店的时间 也是14天在酒店里面 你不是可以到处走 到处走 或者到处出去 你去探訪也尽量禁止 所以在防御工作方面 我们看不到有很大的漏洞 他说指定酒店最便宜一万大概400元 而大部分都是1000元以下 也有2000-3000元的选择 政府星期五会公布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导 中文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 已被指条採集被疫药本 比採集心喉退疫药本 检测新冠病毒更加准确 採集方法简单 也都教适合小朋友和长者用 现在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主要是用心喉退疫和鼻烟释子进行採养 中大医学院说 两个採养方法都会令人不舒服 也都需要病人合作 医学院研究发现 用鼻子条收集鼻疫药本 简易准确度高 适合不同年龄层使用 也都可以在家里进行 方法比较简单 而样本有效期达到72小时 比以往原用的方法长 对着发镜的时候 就将鼻子条 向着鼻中间摆进去 直至到深度 中间好像你提及过 我们有些药水 它是普通的生理盐水 这个生理盐水 其实都有效 可以将我们在鼻腔里 比较干净的题目的时候 它可以用到上面表层的东西 给这个子条吸收 然后按压 我们只不过需要在鼻液 轻轻按住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 放在刚才的小瓶里面 就这样干净 这样寄回来72小时 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到 一个比较准确的检测 中大向38个6至74岁 新冠肺炎住院病人 同时採集鼻液样本 鼻咽及咽喉息子 和心喉退役样本 发现新方法 和鼻咽及咽喉息子 检测结果 准确度同样有九成半 38个样本里面 有两个出错 至于心喉退役样本 就有六个结果错误 当中四个来自小朋友 而新方法这六个结果正确 团队说 小朋友和老人家 接受心喉退役測事 准确度比较低 团队建议当局 用被指条的方法採用 不过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被医管局接纳广泛采用 无线电视记者 黄仙河报道 外交部宣布 取消美国持外交护照人员 临时访问香港和澳门的 免签证待遇 美国财政部早前就四个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被取消资格 宣布制裁全国人大常委会 14个副委员长 中方扬言会采取反制措施 外交部宣布 隔于美方利用涉港问题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損害中方核心利益 中方决定取消美国持外交护照人员 临时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证待遇 以及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 和要负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 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 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术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过发言人并没有提及 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人 和何时实施有关制裁 对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早前在佐治亚理工大学发表演说 指控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留学生和学生组织 满透美国大学校园 盗取技术研究 要求实施更严格的交换生審批程序 和关闭中方资助的学生组织 外交部批评蓬佩奥的言论 对中国和中共大肆污蔑抹黑 将中美教育交流污名化 中国宣布明天开始 向澳洲进口葡萄酒 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 澳洲政府指责中方的决定 并非依据证据 继临时反傾销措施后 中国商务部发公告 初步裁定原产自澳洲的进口葡萄酒 存在补贴 导致中国国内葡萄酒产业受到实质损害 国务院关税税执委员会 根据商务部建议 决定星期五起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 澳洲两公升及以下葡萄酒的进口商 要依据当局确定各公司的重价补贴率 向中国海关提供相关保证金 比率是6.3%至6.4% 公告说相关各方可以在10日内提交意见 中国上个月已经初步认定 澳洲葡萄酒存在傾销 规定澳洲进口葡萄酒商提供高达212%的保证金 澳洲政府和葡萄酒业界都否认任何反竞争行为 澳方批评中方的决定并非基于证据 澳洲政府会透过可行渠道捍卫葡萄酒业 必要时会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 中国外交部一直指 中方依法依规对外国输华产品 采取相关措施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 中国是澳洲葡萄酒最大市场 澳洲每年对华出口价值10亿澳元的葡萄酒 占总出口量近四成 无线电视记者刘伟坚报导 稍后总会报导 习近平和马克龙通电话 呼吁欧洲实施积极的对华政策 国药集团进行新冠疫苗全国配送演习 确保物流配送过程安全高下 回来新闻时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呼吁欧洲实施积极的对华政策 马克龙就说会继续深化欧中合作 并希望再次访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晚上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的时候自出 独立自主相互理解 高瞻远足互利共赢是中法建交的初心 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是中法两国的重要共识 习近平又说中法要牢记初心坚持共识 加强交往和心法合作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又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 可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 在新形势之下中欧合作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更加突显 希望欧方实施积极的对华政策 也都希望双方一同努力推动中欧关系 迈上新台阶 法国总统马克隆就说 法国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 高度重视发展和中国的关系 愿意和中方继续努力 深化法中和勾中合作 又赞揚中方为了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所作的重要贡献 以及在疫苗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也都表明希望适时再次访华 两人同时就下阶段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达成多项重要共识 包括在生命医学、月球和火星探测等领域 展开更多合作 支持茶叶、葡萄酒等中发高分质产品 走进两国家庭 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攀手应对气候变化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导 外蒙古和黑龙江分别新增一宗和两宗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外蒙古的新增病例是之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 至于黑龙江东宁市就有一个40岁男人确诊 当地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即日开始多个主要公路的出入口实施交通管制 市民必须出示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出行 公共交通设施暂停服务 虽分何时亦都新增一宗本土病例 另外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出 上市使用申请的国药集团 正是进行新冠疫苗全国配送演习 覆蓋全国31个省市一共40多间公司参加 以确保冷冻链物流配送的过程安全和高效 内地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3000亿斤 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粮食总产量较去年增加113亿斤 形容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 东局说今年粮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 达到17.5200万亩 较去年增加超过1000万亩 另外财新报道 占全年粮食产量大约四分三的秋量 一上市的价格高企 其中玉米价格更加升至历史新高 解放军引进一款名为单兵外骨格的装备 央视报道 位于海拔5000米的西藏亚里地区 边防士兵穿上这套外骨格 运送粮食等物资 这款外骨格可以帮助士兵 背起大约一个成年人体重的物资 亦都能够避免他们的腰部和腿部受伤 解放军近年在外骨格研究有多项突破 环球时报报道 中国航天科工医院上个月成功研发并加付 第一批敏捷型无动力外骨格 可以帮助在高海拔和山地地区的士兵 日常巡逻和后勤工作 可以省得更多体力 全球疫情持续 医用防护服需求庞大 内地展出新一代防护服 設計更透气和安全 业家预料 今年内地医疗防护服用品的出口总值 将超过700亿美元 穿着防护衣物行天桥的不是医护人员 而是无得意 首届中国丹东时装周上个星期六开幕 其中一场就展示了最新设计的医用和民用防护服 医护人员长时间穿着防护衣物容易满身大汗 床上说新的防护服采用了防粘布和透气网复合 更加有效阻隔病毒更加透气 虽然是厚度增加了 但是我们的舒适性更好 它的透视性要比正常的防护要高一倍 这样让我们的医生穿着避免大汗淋漓更舒适更安全 在爆发疫情之后 丹东的防护服产业迅速发展 出口量占全国的15% 现在全市的厂房每日可以生产50万件隔离衣 10万件医用防护服销售到世界各地 业界预计今年中国的相关出口总值超过700亿美元 无线电视机长曹嘉宁报导 转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今日收射报26410点跌92点 全日总成交1,100亿 欧洲故事 倫敦富士100指数升52点 巴黎卡指数升21点 德国DEX指数升10点 回来还会报道 拜登据报台名华裔的戴琪 出任美国贸易代表 特朗普在纽约的移持旧居再度放售 地产公司呼吁支持者众筹马黎送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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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气温介乎19至24度 展望之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 早晚会一两晨雨 现在21度相对湿度78%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监测站中至高 路边监测站是中 7点半新闻报道完 再见 观看